大家好 歡迎收看厭世甜點店 我是男嘉朋友 又到了我最喜歡 最多人看的 免拍隊系列 好啦 有建議大家去日本玩都會吃甜點嘛 那日本有個非常厲害的甜點就是 抹茶加上蒙布朗 那蒙布朗其實是用栗子做的嘛 而且在台灣已經捲起一個蜂巢 好像有一個知名的店面 我們有前去吃過 它的快閃店你說一個月賣出幾隻 一萬 一萬隻 但是很多人會覺得 這個甜點的入手門檻太高 Why? どうして? 為什麼? 因為它那一台啊 擠出蒙布朗的那個麵條的那個機器啊 它的標價是台幣 八萬八千塊 甜點界的 老師愛師 又來 又來 今天以我的角度來詮釋 就不想花那麼多錢 我們學到一個 幼稚給我們的靈感 就是用這一台 在各大網坡平台買得到 不到五百塊的壓麵機 到底能不能重現這麼厲害的甜點呢 今天就一起來學這一道 抹茶沙吃蒙布朗 好 首先我們要重現這一個 抹茶沙吃蒙布朗 甜筒冰淇淋啊 重要的是還是要做一些冰淇淋出來啦 不要人家說我們這個 哎呀啦那口這個已經倦帶了是不是 都不交完整了 沒有沒有 我們還是從冰淇淋要交給大家 但是我等一下會跟他講說 如果你不想要做冰淇淋 到底要怎麼做 有一個小秘訣 首先呢 準備的是鮮奶油 打到這樣子七八分發 有一點溫度出現啊就可以了 今天做的口味呢 是抹茶口味的 所以我們準備的是抹茶粉 把它下下去啊 之後我們先用 牛奶啊把它化開 抹茶粉的特性是比較乾的啦 所以你在下牛奶之後 你一定要把它拌到完全沒有結塊 你知道有的東西 你碰到一點點結塊 會很噁心 像你在吃那個鮮奶油 咬到一個太白粉塊 超噁的 像這樣子 好 那這個步驟呢 你就開始要比較大力的 去拌到周圍啦 完全沒有流動性就太稠了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適時再加一點牛奶 然後你在拌的時候 你一定要確保你的茶粉是分開的 如果真的覺得你沒有這麼多 像男生一樣這麼厲害的功力 你就過篩 像我們這種老三就大概知道 它的養素在哪裡 你知道嗎 那個敏感帶在哪裡 你知道 隨便找就找到了 你就不要等一下有冰晶 你看 會不會有沒有有流氧 跟著一浪一起流動 接下來呢 要下它的糖 它的糖不是黑糖不是砂糖 它的糖為了讓冰淇淋的質地產生就是 就是滑順的口感 卡粉 錯 是很久沒有出現的老朋友 all friend good friend 煉乳 煉乳要賦予冰淇淋的不是它的味道 是它的屬性 它不會變成結晶 這就是重點 然後就把它煉乳下下來 最喜歡煉乳的啦 你看加進是不是之後 它的質地也會再產生變化 所以比較稀一點 這個食譜啊 你學起來真的是萬用 你只要把茶粉換成肺茶粉 換成紅茶粉 換成伯爵茶粉 就是不一樣口味的冰淇淋 天啊 這個節目還有教冰淇淋啊 點進來才學得到啊 沒點進來就是沒有緣分 下面有就開始罵 已經過了十分鐘了 怎麼還沒教那個栗子尼 我不是小學栗子尼 為什麼教我冰淇淋 到底想怎樣 控制拖拖 對啊 控制拖了鈴又看這個 那我們打拖了鮮奶油之後啊 我們就把剛才調這個煉乳抹茶壺給它倒下去 整個倒下去喔 你會發現很漂亮的畫面 哇 拌到沒有顆粒 我告訴你 手頭如果夠好知道 就是這個道理 你就是前面抹茶沒有魚粉 你這樣拌你就很輕鬆 然後把它拌到很均勻就好 幾乎沒有顆粒你可以 冰淇淋都要哭了 他們賺不到你的錢了 你就找一個方形的容器啦 不管你不鏽鋼保鮮盒都可以啊 哇 我在這邊聞到那個抹茶的香味 哇 封個保鮮膜 然後蓋上蓋子 好 拿去冷凍 我是建議一天啊 如果有這個時間很趕 一定要冷凍六個小時以上 就可以得到一鍋 冰淇淋抹茶口味的喔 現在來到了我們的重點喔 就是這個抹茶 摩布朗到底要怎麼做呢 當然我們一開始要先從栗子裡來著手 但因為這個呢 食譜它會比較複雜一點 但是我覺得它做出來的成效非常好 它有糖味 然後栗子的味道 然後跟抹茶的味道 我覺得它是最融合的這個做法 現成的這種栗子 直接再下進來 然後接下來是 黑糖 咪咪武器 好 接下來是水 我們就把它煮開 這在煮製的過程呢 它黑糖融化之後啊 它其實就會變得比較濃稠一點 因為它水分蒸發之後 它就會得到我們第一個要的東西 黑糖栗子汁 它就是有糖味又有栗子味 然後第二個要拿到的就是這個栗子本身 一兩顆當成一個裝飾跟增加口感的部分 大概煮到微滾之後你就可以停火了 讓它泡一下就可以了 糖一定要全部融化喔 好接下來我們要處理栗子泥 那我們也要請到這個市售的例子 那因為它現在是比較硬的 那拿那口的能力就是 把硬的東西怎麼樣 變軟 直接下鍋 好 這時候請出我們的秘密武器 那麼好吃的香草紙醬 不過好了喔一年到了吧 你一年都還沒用完 這代表說你平常都沒有在好好做甜點 接下來我們要加水 那水的份量其實就是看你的鍋子大小啦 就是淹過它就好了 開中火煮到它軟掉 你覺得好像有點活潑耶 對啊 你晚上是要幹嘛 不跟大家說 很多人都說什麼 我不見口頭慘了 那還能是什麼呢 沒有啦 我會炒新聞耶 對 我今天真是為了流量的女子 有些事情不能見光史的嘛 對不對 我還要好好相處你這一次 判斷它好了沒有的方法 就是你拿叉子 你稍微壓一下 它如果壓了就會碎掉 那就好了 就很簡單 就跟我的玻璃心一樣 一碰就碎掉了 不用壓 人罵我我就會睡不少 太壞了 壞了 我們這個呢 只取它的栗子 枝不要 過篩一下 煮爛的栗子 你放到我們的杯子裡 極克的君子 好 稍微打爛一下 因為我們等一下會幫它加一點戒指進去 大家不要去驚慌 前面會有點乾是正常的 栗子你均質差不多之後啊 我們要取出我們一開始 做那個醃漬栗子的那個秘密武器 就是它那個栗子黑糖水 它已經泡著這樣 哇 黑金黑金 哇 好黑啊 然後我們要把那個黑糖水給它滴出來 我覺得糖啊 它就是把栗子啊 還有我們的抹茶兩者啊 把它融合的一個很關鍵的因素 那我們要取80克的這個汁 20克的水 水分要100啦 我們這個食物水分是100 但你也是多一點糖 吃全糖的人 你就全部都用黑糖吃也可以 但我會再退一點水進去 不要那麼甜 黑糖水調好了 我們也是直接把它倒進來 繼續均勻 這樣會變得更好均喔 因為你有水分 我們第二個下的就是鮮奶油 建議大家你可以先下八成 我們會依照它最後的這個粘稠的狀況 來調整我們鮮奶油的用量 好我們可以把它挖出來 先看一下它的質地 沒有看到什麼大顆粒 這個時候我們也可以再加強一下 哇 差好多喔 粗糙的表面完全不見了 盡你所能的把它打成這種質地之後 我們接下來要引出我們今天的重點就是抹茶粉 那抹茶粉的這個時候才下 它的顏色會開始產生變化 又不是廢話嗎 對 剛剛是不是有說要剩一點鮮奶油 調整它的質地 像這樣子乾到看見它很粗糙 那就代表就是真的水分不夠 喔 有沒有 有 接下來要做一個 你做任何摩布朗系列的東西 你只要又要用到鴨明機 甚至是那一台勞斯萊斯八萬八 還是我們的花嘴 有很多洞的那個擠出蒙不老造型的 你都必須要經過這個步驟就是過篩 你沒有過篩啊 它擋在你的洞 你就會少兩根 那個洞被堵住了 本來可能有二十個洞 它就漸漸被篩住 後面擠不出來 你看它上面還是會留著一些 我們沒有均指到的東西 這個步驟很重要 你沒有過篩 你到時候裝進去那個 你各種的用具裡面 哇 哇 啊 啊 裝置藝術 對啊 是一個小山峰耶 是一個日式庭院耶 有看到嗎 觀眾朋友 還是我們就這樣子 這題就結束了 那我們的教學也結束 過篩就是很累啦 但沒有辦法 每位值得等待 我知道這邊 我本來設定 可能只要買120 我現在不行 我連賣了280 好累 接下來我們要加入的是 提升它這個風味的 常溫奶油 過篩之後再下奶油 它才不會很多的油 都留在那個濾網上 你只是看不到而已 但它可能真的被 留在那邊了 最後下的是 藍母酒 全部的東西下下去之後 你可以最後再觀察一下它的狀態 如果你一推翻 哎呦 超級無敵 費力 那可能就是要再加點些奶油 但是你看 我現在的奶油啊 然後藍母酒都下下去之後啊 它變得很好推 到時候它的質量 就是很容易被成型 好 這樣完成了 我們現在要進去最後的步驟 要完成今天摩茶叉之蒙布朗 冰淇淋填筒 你心裡也可以像那�口這樣 你不確認它的質地 你也可以試一下啊 好爽喔 我的朋友 如此的輕易 發現審八萬八 我還用什麼話好說 這一集的含金量 你不要講怎麼樣 至少我們審得八萬八吧 這個質地 這個除夕 為什麼有一點療癒 很療癒 好啦 我們就是來挖挖看我們的冰淇淋 建議大家泡泡熱水 比較好挖 開始節目有講嘛 就是說如果你們有辦法置信 那你要怎麼辦 請發動你的超能力 好好的去買你喜歡吃的口味 真的你可以搭草莓也可以搭巧克力 反正你送的好了 這我就管不到 然後一定要壓 我把它壓下去 然後我先這樣 這次冰淇淋都焦了 這題點擊沒有破十萬 那你說不過去吧 冰淇淋已經測試完畢了 接下來請出我們的甜筒 那甜筒的那個就不焦了 為什麼你要為了那個甜筒準備那台機器 我告訴你 那也是所費不支啊 而且甜筒我發現啊 今天這一集裡面含內含金舌頭 幫大家找到了到底哪裡可以單買甜筒喔 其實兩間冰店都可以 一個是哈根達斯 一個是Core Store 好吃的是哪一家 Core Store的很好吃 而且Core Store真的 甜筒我覺得它比較漂亮 說真的 它做成這樣它是有弧度的 它是有靠山的喔 一個二十塊 你幹嘛那麼辛苦 為什麼你那麼累 對不對 然後我們準備一個杯子 我們時間有限 你剛剛還在那邊怕融化 然後在那邊搞耶 對 把冰淇淋放上去 哇 啟動我們的百萬熊兵 多少 369 還有澡 370有澡的機器 但它就是真的有缺點啊 它天上的缺點就是說 它真的裝蛋夾比較少 就是一次不能做那麼多 你的冰淇淋也很少 你的冰淇淋也很少 很多人在拉這個萌布朗的時候 會斷頭 會沒有臉 那個感覺很難受 你都已經花了這麼多力氣 為什麼它會斷掉呢 那個是一個數學問題 那個跟你的Gravity有關係 一個重力有關係 有的人拉 你用那麼高 你仔細去看人在外面賣 它其實離很近 它沒有拉那麼高 你那麼高它有重力 它絕對斷頭給你看 你要怎麼緊 就是 繞著它緊 你都會是嗎 你都會是嗎 最後呢秘密武器其中之一 就是栗子 哎呀 那我覺得呢 今天呢 好像很適合給員工吃 畢竟柳澤哥已經吃了兩根了 我們 耶 露露 下午茶時間 露露你看這個很大耶 超大的 這很好吃 這還賣880 這太大了 這很巨耶 這很巨耶 但是外面是580 好幸福喔 好幸福喔 Taco也要吃一下 Taco吃一下了 真的真的不得了 你自己覺得那個差異性 我覺得差異在於說 它力度還是有差 就是因為它是有點像氣壓式的 它平均力道 但是因為我們要自己調整那個轉速 所以轉的時候 你可能會覺得說 有的時候弧度其實沒有辦法那麼美 就是說精緻度我覺得還是有差 老師還是最小的可能就是1mm 我們這個是最小是3mm 我們的麵條比它多了3倍粗 所以看起來會比較醜用 怎麼樣 老闆娘 欸 吃醜飯 很膨脹耶 要賣那個栗子 栗子還有還有 要不要再加 栗子非常香濃 不過上面這個我覺得這個食譜 它茶味是比較濃厚 所以天苦一點 對… 但是跟下面冰淇淋甜的 是融合在一起非常好 這一個的食譜的栗子 你的苦味 就比較在後面 冰淇淋的甜味走了之後 它的抹茶的苦味才出現 哇 這個真的很好吃 非常有層次 獻給大家 不用再花那個八萬八 那個餅乾是… 餅乾是那個Costum的 好好吃喔 謝謝Ludu 耶 好吃 欸 變男的耶 好吃 好啦 我覺得我們每個台對系列 每次都做出新意啦 而且重點是呢 我的成就感來自於大家都有的回饋 還有員工都有這個積賞 我有時候也是必須要秀個幾步 免得讓他們覺得說 我好像都沒在做正題的事 我的老闆怎麼都在搞笑 它的主體其實也可以換 對 主體可以換啦 你可以平常搭冰淇淋 你可以搭氣蛋糕 或者是一般真的 你做蛋白霜的萌布啦 也可以 都可以擺搭 如果大家喜歡這一集的話 麻煩幫拿拉果多分享按讚訂閱 或者是 抖胸抖奶抖臀喔 夜市店的店每個禮拜四 每個禮拜天更新我們下次再做囉 掰掰 掰掰 我不用出示了 好 被詛咒的萌布朗 為什麼 搞得一團亂耶 太大坨了啦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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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